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7日星期一 我很多朋友今天覺得有點失落 因為過去幾個星期 他們一路追看的電視劇 Now TV的IT9 上個星期五已經大了結局 所以今天就沒得看了 所以他們非常失落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 看完大結局之後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這套劇的一些看法 一些的感受 歡迎大家在留言和我交流一下 這套劇我最先開始看的時候 第一兩集的時候 我是有些覺得一般的 當時都未進入情況 我就會覺得節奏好像比較慢 好像結構 戲劇的結構比較鬆散 所以最初的時候 我就比較一般 但是再看下去就不同了 漸入街景 越來就覺得越正 非常之喜歡 這套劇 我覺得看完之後 最正是什麼地方 其實網上有很多討論 很多人說他的金句很精彩 對白真的很正 也有人大讚特讚 整個劇情的內容是很貼地的 多金句、貼地 這些百分百 我都同意 覺得都很正 不過在我來說 無論你說金句也好 你說那些貼地的內容也好 都是工具來的 他最正在我眼中 就是他令香港人笑 因為那些金句 因為那些貼地的內容 他令到香港人 在過去這套劇 播出的幾個星期的時候 真的很多嘻嘻哈哈 很多笑聲 就說我身邊的朋友 你知道疫情近期嚴峻 政府又加了很多的抗疫措施 社交距離又要更加嚴格 例如沒有了萬事 沒有了萬事 大家知道外面沒有了萬事的堂食 大家知道整個市面都靜陰陰的 就是在一個這麼困難的時候 這套IT9電視劇 陪伴香港人度過了這幾個星期 每天晚上在你這麼抑鬱的情況下 他就一幕一幕 一句一句這麼精靜的對白 令到香港人更會笑 而且笑得很開心 當然很多令你笑的對白 其實搭落都是有味道的 也有點笑中有淚 但是不要緊 這些其實都是有深度的笑 總之它是令你開開心心 過了這幾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能夠令香港人笑 你說多麼功德無量 這件事也是我認為 如果大家留意我的短片 都覺得我現在是很稀 覺得香港人最需要 就是可以令到大家 有些事情可以令到大家笑 如果有人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對香港的貢獻相當大 所以單單是這件事 就已經這套電視劇IT9台前幕後 就絕對值得香港人向他們說多謝 事實上為什麼我們會笑 剛才說的對白 貼地內容其實是工具 因為你看回這套戲的時候 就好像在看過去 這麼多年香港發生很多事 其實它就將包羅萬有 在裏面全部重組回來 為什麼我起初一看的時候 覺得它的結構相對比較鬆散 其實折扣比較緩慢 其實這件事就算你看到尾 它整套劇這方面其實都是統一的 但是你看下去就發現 因為它這套劇不是追求 好像以前的電視劇 要節奏很明快 要結構要很嚴謹 有序幕跟著發展 然後去到某個位高潮 跟著點點點結局 其實它不是這樣 它是有另一套電視劇的方式去表達 它這一套的重點其實是 每一個場景 即是它是 漠漠的場景 它製造一個場景出來 令到在過去很多時候 發生在社會裏面的大小現象 再出現 當中那些的金句 甚至不是幕後團隊去創作 因為那些金句 如果你留意新聞 新聞都發生過 亦可能很多香港人 看了當時的新聞的感覺 而幕後今次IT9的團隊 就只是製造一個場景 令它這些對白 這些場面再出現 所以因為香港人 很熟悉當中的事情發生 所以看起來的時候 特別投入 而且會笑 舉個例子 譬如看整套戲裏面 有很多的金句 其中有些我特別喜歡 例如有一段 就是講 戲中的Kathy 有一段對白 她就講到 為什麼香港只可以只有一個平台 為什麼不可以有兩個平台 不可以有三個平台 為什麼有些人總是想弄死對手的平台 而不去想想怎樣做好自己的平台 這段的對白 我相信如果過去這幾年 生活在香港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這段對白 多麼言之有物 摘地有聲 所以是完全一語中的 所以你說會心微笑也好 哈哈大笑也好 你是會看得很開心 覺得真是中 真是正 但當然我剛才都說 這些全部都是小中有類 因為她揭示到 我們當中 多少現實上 多少的荒謬 這段很好 另一段其實我也很喜歡 這部電影裡有個輔助弱勢社群的組織 那些弱勢社群是什麼人呢 因為這些人自出生之後 由出生開始被剝奪了 向上爬向上有機會的人 所以就說他們是弱勢人士 要輔助他們 那這些弱勢人士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那些富三代 因為一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身家多到 不知道多少十世都用不完 所以他們是再沒有向上游 向上爬的機會 哇 看了這個設定 你怎麼能夠不笑 你怎麼能夠不豎起手指公讚他 真是虧你想得到 真的覺得很棒 所以我覺得他當中這部電影 是充滿著這些 你說一段一段 會令你笑的對白 令你笑的金句 令你笑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棒 這部電影 除了令香港人笑 功德無量之外 另外我覺得他有一件事也是好 他也是給予希望香港人 第一個例子 譬如這部電影 絕對是小本製作 ViuTV相對於大台 絕對是小本 而今次這部電影 也是一部外判劇 如果你看過IT9這部電影 你看他的報警 場景 你就知道他的製作費應該很有限 舉個例子 當中 富三代 開開的父親 即是有錢人 其實每一次拍他的豪宅 豪宅在哪裡 一定是在花園 永遠都看不到金碧輝煌的大廳 一定的豪宅是在花園 而花園 如果你是香港人 即是你有出街 你一看就知道 他那個只不過是公共空間 可能不知道哪一棟大廈 即是大廈門口 有個所謂的花園 那類的公共空間 所以 那裡就是有錢人的豪宅 我每次看到他出場 他老爸在豪宅出場 我就忍不住笑 那你也想得到 這樣也可以 我相信 沒有人會不知道 有錢人的豪宅 應該不會是這樣 你看到那些 圍欄那種 不鏽鋼的圍欄 公共空間那種噴水池 這些應該都不會是有錢人家裡的場景 但是 我想預算有限 所以 最終只能這樣拍 想想 其實小小超都很多豪宅 為什麼不借石澳那間給他們拍 這個就是題外話 這裏你就看到那種小本的情況 另外 其實很多很多這類的場景 你一看就知道製作分不多 但是不重要 而一個這麼 小本的製作 也沒有大卡士 但結果他拍出了這麼好的作品 這也是一個鼓勵 當然這件事 我希望作為公司 不要去 去剝削 既然這樣也行 就不用給多些預算 我希望如果有能力的時候 ViuTV都應該對台前幕後 這些工作人員好些 給更多的製作費 更好的待遇 讓他拍一些更好的環境 拍一些更好的作品給香港人 因為這個也是功德無量 這個是一個例子 我就說 小本 沒有大明星 但都可以拍出好的作品 這個也是一個充滿 令人充滿希望 另外 更想說的 他給香港人那種希望 第二個例子是什麼 剛剛我都說 這套戲 令香港人笑 因為他的對白 他的根據 他的內容 其實是很貼地的 就是在我們 他就是把我們身邊 發生很多事情 他去把他一個 藝術加工 去呈現給香港人 很多時候 那種笑點 是來自那種真實 換一句說話 是代表什麼呢 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人 經歷了很多事情 有人很迷惘 有些情緒低落 有些傷痛 甚至有些憤怒 各式形式的情緒 都令到香港人 心情都比較沉重 但是 你看這套劇 他將近年 香港很多令你覺得 這麼難受的新聞 他就做了一個藝術加工 變成一個很好的電視劇作品 那就是說什麼呢 我覺得當中的啟示 就是 既然我們現在生活在今時今日 我們是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如果因為眼前很多 我們覺得 令我們不開心的事情 我們與其去抱怨 與其去傷痛 我們是不是生不逢時 那我就覺得 你看完這套劇 我希望你轉換那個想法 你轉念 我們反過來想 其實我們是生得其是 生得其是 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大時代裡面 亦都是在香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 只有我們現在能夠經歷 眼前可以經歷的所有事情 而這些所有事情 其實造就了什麼呢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其實都可以成為一個 史詩式的人物 因為我們每人的故事 其實就是香港的故事 我們每個人的經歷 就是香港人的歷史 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那麼多人有機會 在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經歷這些事情 所以既然我們都來到這裡 我們在經歷這些事情 我們就抱著生得其是的 在一個人的想法 去面對 去感受我們現在在經歷的事情 喂 下一步 現在有IT9 有講也會拍續集 但其實我們可能有另一套 就是 每一個人的故事 可能都是另一套 更好的作品 可能是一本書 是電視劇 是一套電影 或者是形形色色不同的創作 所以我覺得 用這個感覺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給香港人 一種繼續好好的過好每一天的希望 所以多謝IT9這套電視劇 另外一點我也很想說 IT9的主角就是阿信 他是一個 如果大家看語場片 就是那種不坐凡飾演的角色 什麼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一種老好人 如果用我們香港人近年的說法 這些就是超級無敵 大左膠 最初看這套劇的時候 我相信觀眾 也包括我 不多不少對於阿信 那種太泛濫了 那種好人 好像甚至過了龍 都是有少少不耐 有些人可能多多 但是大家在想 他們的性格 在我們眼中就覺得 會不會這樣 但是你看回 如果沒有一個 這個所謂大左膠的人物 其實在劇裡面 根本是凝聚不到 整班 各式的人物 這套劇越看越豐富 為什麼呢 因為最初頭兩集 集中在阿信 然後各式人物 慢慢加入 所以你就會覺得 越來越精彩 當中加入這些人物 都是很有靈覺 很有性格 所以就越來越好看 但是你看到如果沒有阿信 其實整個故事是開展不到的 不會凝聚到這班人 也都不會有一個這樣的創投 公司可以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 如果有些人 就算不喜歡這個左膠角色 但是你真是反思 這個世界是真的要 各種各樣的人物都有 每一種的人物 有它的優點 有它的缺點 但是正因為那種多元 才可以成就到一個 更好的世界 這個就是我對阿信 這個角色的一些看法 好 今天在這裏的分享 跟大家講到這裏 拜拜